U-bike骑士们有福了,这次新北跟进桃园也将推出U-bike 2.01 与过去U-bike不同,加上电动辅助功能之后,时速能达到25公里 相当适合作为跨线市通勤或是休闲使用,引发民众询问 目前桃园已经在今年初投放车辆,新北市希望和台北市同步上路 让民众能骑着U-bike 2.01,在北北逃趴趴走 不过台北市的目标是11月底前,有厂商提供1000辆U-bike 2.01 而且北北逃三个直辖市对U-bike 2.01上路的相关法规也不同调 像是新北市近骑人行道或人车共道的自行车道 但台北市就可以行驶,如果不胜违规被祭典怎么办 其实北北逃已经开会讨论过相关事宜,将研议同步松绑放宽 但时间还尚待确定 而确定的是新北市的U-bike 1.0将全面退场 时间就定在今年的10月底